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给大家介绍的出现在Picture One影片的他与其他43人引起的那个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2004年轰动全韩国的密压NNN事件的44个人渣中的两个人 在20年后被一名YouTuber公开了真名和工作场所等个人信息后 网友们纷纷前往他们的工作场所网站和IG账号留恶评 导致他们遭到公司解雇或公司暂时关闭 目前已有三个人的信息被公开 该YouTube声称 他掌握了大部分加害者的信息 并预告会公开剩下的42名所有人的个人资料 首先20年前的那个事件 在韩国再次引起这么大反响的理由是 因为影片一直黄标 所以在之前的影片没能细讲密阳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主犯在线上聊天室 认识了住在别的地区的受害者后 让他来到密阳 在见面后 他马上用铁棒把受害者打混 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旅馆 与43个朋友对这一个受害者做了坏事 并拍下影片 然后用影片来威胁 持续一年对受害者做了同样的坏事 而且当时密阳那个地区的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有60%以上的人都认为是女孩的错 甚至很多学校也因为各种理由没有接纳受害者 导致受害者离开自己的家乡 被迫转学到首尔勒 因为当时受到的打击 受害者曾多次试图想不开 目前已经是成年人的受害者 还是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 结果这44位受害者 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罚 没有前科都改名后过得很好 所以韩国网友们的反应才会这么激烈 而第一个被公开的是他 本来他在经济经营的这家 Picture网也曾经来过的餐厅一起工作 但被YouTuber爆料之后 该餐厅遭到了一颗星攻击 接着也被网友们发现 该餐厅在非法建筑物中经营的事实 并因此收到了有关单位的整改命令 这家餐厅目前已经进入了休业状态 详细内容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随后秘阳事件当时 在加害者的迷你红皮 类似于现在的IG的社交网站留言 担心加害者们的现任警察B某 也重新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当时B某在加害者的网站留言 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除了三个人之外 其他人都出来了吧 听说那些婊子长得很丑 不管怎么样辛苦了你们 B某于2010年通过警察公务员考试 并一直在清南地区工作 他在成为警察后 因为有网友爆料了秘阳事件 因此他曾在2012年发表了道歉文 据了解他在成为警察后 改了名也结婚生子了 随着这个事件被重新关注 6月2号 B某工作的清南警察署的网站留言板上 出现了大量的恶评 网友们批评B某的过去行为 并要求警察署做出回应 在留言中能看到 这个警察署会让因缘加害者的人升职吗 这里是放过罪且改名的人也能当警察的地方吗 伪装术真是值得承赞等多个讽刺的评论 在主犯A某的个人信息被公开两天后 6月3号 那位YouTuber又公开了另一名30多岁的加害者C某 根据报料内容 C某改名后过着新的生活 目前在沁南近海的一家进口车商工作 拥有三台进口车 周末还会打高尔福球 过着涉滑的生活 C某也在IG上传了一张中年女性的照片后留言 亲爱的母亲 我会让您一辈子幸福的 但是 在YouTuber公开C某的IG后 C某马上就关闭了IG 但是网友们纷纷到C某工作的进口车商的网站IG留言 并在网上进行一刻性攻击 结果在C某的个人资料被公开几亿天后 相关公司发布了官方声明表示 公司对该事件高度重视 并也将涉事者解雇 非常迅速的处理了这件事 因为密洋事件持续登上热搜 各大媒体也都在报道 所以就有网友在爆料YouTuber的频道留言 是不是应该先收集好44名加害者的所有资料后 再开始上传影片 要不剩下的人可能都会轻触痕迹隐藏起来 对此该YouTuber简单回复 我都有 然后这位YouTuber在最新影片中留言 目前密洋事件的加害者们正在互相向我举报 请不要向我道歉 应该向受害者道歉 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事件不仅仅是暂时关注 而是能够持续关注到底 受害者们因当年的事件至今仍在痛苦中 而加害者们如果只是因为我重新提及 并找到他们而暂时感到痛苦 那么我没有理由和一一去运营这个频道 因此再次恳请大家 绝不要忘记这个事件 并追究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把一个人的人生变成地狱 这些人居然还能厚颜无耻的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生活 甚至听说他们还定期聚会 殴打44个恶魔对一个初中女生进行了长久的 这些人还有继续生活的资格吗 那些说为什么要向受害者道歉的父母 他们的个人信息也应该被公开 这样我们就能看看他们有多理直气壮 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因为年纪小所以要放过他们 因为精神衰弱所以要放过他们 各种理由放过他们 那么受害者要谁来放过呢 那些法官和这些垃圾犯没什么两样 如果当时对这个引起全国公愤的事件进行严厉惩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公开个人信息本来就是违法的 如果错误指认了无辜的人 造成他们的损害怎么办呢 这是个人民公审的国家吗 这事件发生在数十年前 而且当时是青少年犯罪 现在因为一名没有常设的YouTuber的主观判断 整个国家被煽动 这真是荒谬 当航空举电影上映时大家都在做什么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因为一个游戏 YouTuber的煽动而狂热 如果这样下去 过去100年的所有暴力事件 都应该让这个YouTuber重新审判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国家真的有法律存在吗 目前很多网友们都到这个YouTube频道留言 请讨论一下叮叮叮事件吧 也爆料一下叮叮叮事件煮饭吧等 希望能公开不要被人们遗忘的事件 所以对于目前喊我的这个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